最近叙利亚南部的德拉省战役出现了巨大转变,在此之前,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都威胁叙利亚当局, 德拉省属于南部叙利亚冲突降级区,叙利亚政府军一旦动武,美国和以色列将出动军队进行武装干涉,而俄罗斯恰逢世界杯期间,之前种种迹象表明,不想在德拉和美国以及以色列闹僵,可是就在这两天,俄罗斯和美国同时出现剧情大反转, 俄罗斯驻扎在赫梅宁空军基地的苏-30战斗机,罕见升空,对德拉省的努斯拉阵线实施了轰炸,而且在两个小时之内,密集轰炸了25次。 据叙利亚通信社报道,在这次罕见的大轰炸中,很多美国雇佣军也被炸死,而美国的态度则是,德拉省叛军自求多福,美国不会支持德拉叛军,也不会向其提供军事援助。 在这种情况之下,以色列也开始